我们回到海峡中线 就是说刚刚老谭有提到说 一个是陈友维线 一个是美军那边画下来的 那台湾这边有公布 确切的中线的位置吗 比如说用京都维度去画 而不是用那种离海岸线多远去划分 台湾这边有 到了200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国防部长李杰 曾经在立法院公布 台海中线的这个精确的位置图 并且说明这个台海中线 它其实是美军划定的历史 对 它定掉了 对 根据李杰当年公布的 海峡中线的图示 它是以五个位置点连程的线形 最北处就是北纬27度 东京123度 其他依序就是北纬26度 东京112度 北纬25度 东京121度 北纬24度 东京120度 北纬23度 东京119度 这五个点连程的线 那总的来说 就是从1999年之后 台湾海峡的空域 其实都还算平静 可是到了2019年3月底 解放军的空军 又有两架歼11的战斗机 飞越了台海中线 被认为是20年来 大陆这边第一次越界 被解读是说 像关系越来越热络的 这种美台关系 发出警告 到了今年 解放军军机 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 已经几乎不是新闻了 大家都习惯了 而且越过海峡中线的次数 也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大陆官方称说 台海不存在海峡中线 接下来没有了灰色地带以后 台湾的防空压力 空白压力就一定会大增 两岸关系其实非常复杂 有很多灰色地带 就像九二共事 到底有没有一中各表 并没有白纸黑纸写的 但那就是一个模糊的空间 对比海峡中线 台海中线 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 两岸的灰色地带 就是说一条中线各自表述 基本上两岸关系合缓的时候 海峡中线是不说破的默契 我们前面说过 大陆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承认 有这条中线 这也是事实 可是说没有默契 其实也说不过去 现在陆委会的网站 其实还可以找到 2004年5月的海峡两岸关系纪要 这个是每个月都会公布的 那是由法务部调查局所提供的 那其中有一则 它是引述了香港文会报的新闻 那这个报道又是引述了 大陆解放军报 这个纪要里面它说 这个大陆方面呢 指控台湾的军机 不断的飞业海峡中线挑衅 因此中共有关人士指出 我们会坚决打击 台湾单局的挑衅行为 绝不容忍 那如果台湾的军机越过了这个中线 进入大陆沿海令空 就会用武力与击弱 或逼迫他们降落在沿海的基地 那这个纪要他还说 依照最新的战斗条例 台湾的军机如果飞进 或朝向海峡中线飞来 就会发出警告 驱逐拦截 或者朝飞目标区开火 那如果飞越中线就击毁了 等等 那我们知道还这个香港文汇报 它是亲中媒体 引述的又是解放军报的报导 那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找到言文 所以就只好引用陆委会网站的这个说法 那如果这个是真的 那显然就是在15年前 也就是大陆这边 他其实还是认为 有海峡中线的存在 而且还在抱怨台湾这个地方 台湾这边其实经常的越线 风水轮流转 对 因为这条中线本来就是 依照实力原则而存在的 所以现在大陆说不存在 老实讲真的也很正常 因为这个就是谁的拳头大 谁 讲话就大声 对 而且这个川普 他又为了世界做了很好的示范 就是只要实力强 我的话就是一切 会不会这一集节目播出之后 陆委会网站的文章就吓掉了 不想有这一段过去 这个对台湾而言 应该是有心理的 一种荣耀 我们刚才提到2004年的时候 这个国防部长首次证实 有台海中线 那到了20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防部的 秦次次长 陈国伐中将又再次的表示 对台海中线的定义并没有多种的版本 因为外面讲来讲就讲很多 那可是呢 目前国军队与中线只有一个定义 那个就是坐标为 北纬27度 东京12度 北纬23度 东京118度 这个更简单的 只是 纪念美国大选拳 川普一直打台湾牌 那结果就使得 这个对岸的军机就一直绕 顺势的就切箱铲 我们知道 那这个箱铲切了以后 选后它会不会停止 真的很值得大家注意 既然讲到美选 其实我最近有访问很多学者 包含台湾的跟大陆的 那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 中美对抗已经是常态了 那所以即使说拜登上任 也还是为想方设法去制衡 中国大陆的发展 只是说 首当跟川普相比 会和缓很多 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团队 大多都是欧巴马时期的老臣 另外像是 中华战略学会的张靖 那其实也提到说 中美关系会缓和 会朝向双方最大利益化来前进 那台海的关系 其实大家的看法也都差不多 讲白话一点 在没有川普这样一位 不按牌理出牌的 美国总统之后 台湾对于拜登来说 其实真的非常有可能 会回到欧巴马时期 重新回到中美关系的框架之下 而不是像川普 把两岸切割成台美中美 也因此 台湾当局现在是 应该没办法做出 太多出格的举动 因为美国的一中原则 会比过去四年更加的稳固 讲到这一边 独历史的老台湾 会怎么看未来 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到 在毛泽东时代 面对蒋介石韩 高喊反攻大陆 那一个时候 他的口号是 解放台湾 可是因为寒暂爆发 美国将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 所以就放弃了以武力 来解放台湾的念头 到了1958年的823炮战 我们之前也提过 其实也是政治意义 大于实际的意义 基本上那个时候 毛泽东并没有计划 要拿下台湾 而是他要展现一种 政治动作的一种姿态 那到了邓小平时代 以发展经济为优先 甚至于还一度的缩减军会 这种军会 要军队多忍耐 所以他的策略很简单 就是把经济搞起来 那就会有足够的国防预算 来补克 那到了1979年 邓小平甚至也还主动提议说 要用谈判来终止两岸对抗的 这种局面 以和平统一来代替 过去的解放台湾 尽管到了1996年 台海爆发了飞弹危机 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对岸也并没有真正的 打算要对台湾动武 再到了现在2015年 我们知道起床的马锡会 今年五周年 对 是两岸政治分立以来 双方领导人首次的会晤 这个当时是在新加坡 不过我们自己 我们也知道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其实两岸局势又变得 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对岸的这种 武统派的声音也比较高了 那今年以来 这个共军脑台次数 其实真的 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次 算到后来都 媒体也都不太推波了 对 大家都习惯 所以 如果说真的要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近的十四五规划 这个我们从里面的说明 可以看得出来 他说 目前仍然还是要强调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加上刚刚提到的 就是美中全面对抗 不会因为美国选举而改变 这个就代表了说 可能在至少在五年内 两岸应该不至于会动武 大陆因为也要避免说 失去了和平 还有这种 然后这个使得 这个经济发展的机会善失 那简单的说就是 中国不急着武统 可是会持续的强化海空军的实力 因为这个大陆的军工生产力 其实已经可以足够的去支撑这个需求 那因此 目前中共军机越过台海中线 这个在未来五年 这个可能真的是会成为常态化 但不至于会有发生什么大规模冲突的这种可能性 虽然老谭跟很多的专家学者的看法都蛮像 就是说不太会有大规模的冲突发生 但是刚刚老谭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说你解放军越过海峡中线 已经成为一个常态的话 其实对台湾空军是一个压力 对 包含你人员备战的压力 然后还有经济上 经费上 那其实都是一个无形的开支 是 两岸新闻十几年 有趣话很有道理 我不知道老谭有没有听过 就是说领农民工的薪水 超中南海的薪 我想讲的就是 我跟老谭 老谭应该是公投 我才是真正的农民工 那讲这么多呢 我要说一下 我其实我也是劳动阶级 劳动阶级 公投也是劳动阶级 对 劳心跟劳力都是劳动 好 没关系 反正我是农民工 OK 讲这么多呢 还是希望说网友在看中美两岸关系上 可以用比较理性的角度 毕竟网路真的很发达 你不要觉得看到这家媒体说什么 你就相信什么 你可以广纳各家之言 可以多看看谈兵独舞 听老谭讲故事 分析时事也是不错的 好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一边 谈兵独舞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军事 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喜欢的话赶快订阅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一些建议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